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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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每個人當時裝設計師 都希望有自己品牌 或者自己名字的時裝表現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希望有这个梦想 证明给人家看到我们手作制 不仅仅是手作制 终于人家知道 我们一针一线的 不仅是做这样的事 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事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 香港目前有17万人从事创意学业 占本地生产总值大约4% 一早在2003年 政府已经提出要发展创意产业 究竟政策是否设合到创作人的需要 帮不帮到他们去实验梦想 墨雅端 Prudence 十年前在加拿大修读艺术 毕业后决定回来香港创业 他试过开店买自己手作的首饰 近年就专用拼布做手作公仔和饰物 以环保和怀旧做卖点 因为这个可以glamorous一点 现在制作的是去法国的 所以我们会用了很多这些红白蓝的element 还有特意要找一些很复古很老土的巴黎铁塔 每个款十两只 可能有十几个款 加上就只有八两只 Prudence 凭着这些手作公仔打入欧洲市场 现在有一半的订单是来自外国 金额大约六十万一年 回想十年前当他初初创业的时候 没有资金又没有支持 什么都要靠自己去打天下 因为01、02、03这三年都是黑暗期 所有找租的地方都要自己 地铺当然不用想 商场又贵 唯有做那些楼上铺 谁知道就被困了 一个星期可能只有三个人走上来 我们做拼布要很颜色 你又要多款 但又要便宜 唯有在布囊撿死货回来 然后没有厂肯和我合作 说你做十件了 傻了吗 你走啊 一百件都不行 所以才逼着要继续手作 其实做生意 你做创业都要有法律和币项的backup 是我的年代黑暗期没有什么 现在有我就觉得 更加要珍惜这些backup 三一 三楼 三楼啊 五年前 由政府撥款香港设计中心 设立香港青年设计才准大奖 而Prudence 就是第一届的得主 他拿到五十万奖学金 去英国完成设计碩士课程 上个月 他由应贸易发展局的邀请 将自己的产品在设计营商周展示 他说比起十年前 本地的设计品牌曝光的机会多了 我们这些是几千元就可以的 还可以申请分定的嘛 希望多些人认识品牌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不是个人都明白 啊 手作啊 还未懂得欣赏是 可能是贴给你而已 我妈都会做 还会这样说 Emmie和Florence两姐妹 一向对首饰设计有兴趣 五年前 他们拍档开公司 参照中国传统展纸的意念 设计受识 他们的工作室大约三百多尺 在九龙塘 月租大约三千元 只是市价的四成 去年 他们还不用交租一年 进来这里 那个成本真的减低了很多 那就多了很多机会出外 那自然生意就会好很多 有些香港还不到的货 外国就非常买得 对啊 不同市场的需求 对啊 例如你可以自由一些 做多些版本 试多些款式 才去做货 或者怎么样 Amy两姐妹创业的时候 同合政府撥款二千五百万 辅职设计师创业 于是 他们就申请这个为期两年的培育计划 除了租创新中心的工作室 有租金优惠之外 摆展纜 或者参加推广活动 使费都可以申请资助 上限有成二十六万港元 这里真的纯粹是做办公室就很好 但是你说设计上 可能做一些手工艺的东西 可能会有很多阻碍 Lawrence说 他们做手式样板经常要烧焊 但是这里因为受到消防条例限制 租户不可以进行任何有火的工序 所以他们做事的时候 受很大的制造 因为如果整意玩 我要看那支针子上去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时候 我可以大概自己试一下 这一条链我挂在哪个位置 但是现在是要我给了一幅图 给厂做好那个板 我才看 吊在这个位置好不好 又要再给多些钱 需要十至二十日的时间去做一个板 自己在这里可能试一试一试 又会想到一些更加不同的方法 出来的设计已经不同了 但是现在是这样画出来 凭空地去想 就好像死了些了 Hello 来吧 OK 麻烦这个签收 好 这次就拿回个美数二十九万多 是我们今年09年 有一个环保的展览 终于由4月到现在 就可以出回最后的美期数了 其实预计了申请政府的分订 你一定起码要九个月 半年都不行 预计了资金楼 如果真的政府批不了 我们就要自己解决了 Prudence拿回的这笔美数 总资助额一共六十万 是他去年和一个大型商场合作 搞展览的时候 向政府申请资助 用来出书 印宣传刊物 搞工作坊 和艺术品装置的费用 因为每个人都说申请不到 或者会潑地烂水 就说 那么容易吗 几十万 为了申请这一笔撥款 Prudence 足足用了成年的时间 去搜集资料 和写建议书 我认为教育和环保 这两个东西他们很喜欢 因为香港还未有真正环保的展览 我们从行动到网站都是 到我们用的资源都是垃圾 就回来的 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去分享 去教育人要推广手作 去到一些大型的展览 我们都会开了DIY班 有时就邀请一些学院来分享 就允许给他们 或者很低级的一元来加入 政府就觉得这件事很interactive 和公共的利益 这件事是我们得分定的其中一个强项 乾杯 乾杯 我们这些品牌 已经升级了三五七年的 其实是很需要做一个三至五年的 商计计计 可以设置一个长远的目标 譬如我想这三年之后 达到在英国、在法国有我的 这样的银行店 这样的交易线线 那我要时间 现在我就是 每次来一个展示 我就申请一夜 来第二个展示 申请一夜 又重新又再批评 可能今次得了 下次又不得了 那我们的办法就是要改变 就了它 对我们来说好像 没有一个想法去工作 设计首饰的Amy和Forens 两姐妹在五年前 创业 上个月 他们搬出租了两年的工作室 当初 他们透过政府的设计创业培育计划 才可以用优惠价租到这里 如果要逐租 就要付回市值租金 20元一呎 比现在多成倍 那其实两年 不是一个长时间 还有很多东西 要慢慢 制造 慢慢去 去 去试一下 对了 去试一下 可能三至四年 可能会好一点 其实刚刚才开始有些人认识的 可以算是 不可以说有什么成绩 就是你说我们拍着一个明星 叫谁带着出来 或者他特别 只是带我们的东西 可能就真的很快 但是我们可能是 慢慢 逐点逐点 逐点 逐点回来 就可能 是慢一点 在创业的过程 最辛苦的时间 是有多长 我们这个叫做死亡之谷 如果他冲得破这两年 是过渡这个死亡之谷的话 他们很有机会 就是成长得很好 那个总数是有限的 那么在这个总数下 我们怎么样去善用 让多些公司可以 有机会去过渡这个死亡之谷 我们一定要定到一个时间 这是五元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得 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玩 你这样的笑点 陈道是时装设计师 理工大学毕业之后 就开创自己的时装品牌 他试过开店 卖自己的设计 不过因为租金加得太快 所以两年前 他关了一间店 转工出口 和做形象设计 衣服都没有 做什么 衣服都没有 做什么 用那些花 那些褂蜜 那么粉丝的东西 其实他们都带到 你看到他可能是比较多的 最后他穿了衣服 他就穿到了 我就觉得是这样 他散发到那个味道 我觉得是最大的满足感 整班 成都创业那一年 刚好碰上政府提出 要大力推动创业产业 将香港打造成 亚洲的时装中心 他原本充满期待 想着政策 对自己发展事业 会有一定的帮助 结果到现在 一切都是原地踏步 隔了这么久 其实香港没有动过 时装的地位在全世界 我真的觉得没有动过 陈都在五年前 打算在铜锣湾行人专用区 这儿搞时装展 不过申请场地的时候 他发现政府部门之间 没有协帖 而且也不支持他的创意 结果搞了一轮 计划最终都没得落实 打去地政署民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是属于地政署负责 然后打去的时候 他就说不是他们负责 就是警署负责 然后我也觉得 OK 打去警署再问 但是警署的时候 又会再跟你说 不是我们负责 你应该打回地政署 那我又再听他说 打去地政署 然后地政署 又再有另一个版本 就是说 应该是食環署的 食環署 可能有个牌照 你要申请 其实应该是公共娱乐的牌照 好像是打到食環署 然后他就问 你是想搞些什么 我就说 是想搞一个 fashion show 时装表演 他说 那是商业吗 我说 是 那我们不会批的 通常都是批给 慈善机构 去搞慈善活动 陈都最后放弃 如先的计划 不设表演台 不用灯光 没有现场音乐陪衬 就这样 在街上举办一场时装展 这次经验 令他再一次怀疑 政府推动创意的诚意 令到我们都觉得 挺混淆 有时候 而且浪费了些时间 而且令到我们创作人 会遇上碰钉的位置 就很容易打沉我们 譬如好像 我知道电影 他们好像有一个 这样的机构 会帮他们统筹 譬如我要封一条街 去拍爆炸场面 或者我需要一些地方 他会有一个人去做统筹 或者帮我们去联络 或者帮我们去联络 所有部门 去协调一件这样的事 但好像香港 好像在时装界 我自己觉得有 好像每一样这样的部门 或者人 可以去跟我们对口 三年前 曾都有试过向康民署 租借公共泳池 举行夏季时装展 不过申请同样被拒 理由是 泳池只可以用来做水上活动 不可以做其他用途 这里是我的小学 充满了很多很多回忆 在这里 进来之后感觉更加强烈 就觉得很希望在这里 做一些关于创意的事 前年 陈都再接再来 向教育局申请 在以前读过的小学 举行时装展 不过再一次因为 不符合场地用途 而被拒绝 其实政府很多时候 都是不想开先例 但其实在创意里面 其实我们是很想开先例 很想开一个先例 就是我可以做第一个 香港人做的事 或者我是全世界第一的 诸如此类 但政府就不是 虽然有些不开心多一点 反而你说打沉 我也不会 因为如果你被政府打沉 你很难再有创意 政府不帮你 其实你不应该骂他 他没有说有义务要帮你 那不如算吧 我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好一点 令到大家另眼相看 令到他看到你的成绩 比你更好去骂他 政府在03年 提出要发展创意工业 推出一连串政策和资助计划 包括设计自优计划 和电影基金 半年前又增加拨款 成立创意香港办公室 统筹所有 和创意产业有关的资助拨款 和发展奴向 创意产业 其实就是 你给了一个环境 之后你不要搞 政府不要再干预 任他们自己玩 因为政府是比较官僚一些 比较保守 但是就算有创意的人 我都希望里面 有一些单位 是懂得去搞 推广 營销 令到他怎么建立品牌 紀文鳳 最近帮一帮文化创作人 救私怎么活化 荷里活道的 旧已婚警察宿舍 政府去年宣布 会活化这里 用来发展 和创意有关的产业 他问过的人都觉得 香港欠缺的 是一个有创意氛围的环境 将警察已婚宿舍 中环街市 和中央警署群 三个都用来做活动 我叫他做铁三角 就等于一个火车的火车头 就增加了他的动力 和凝聚力 政府以前放牛棚 石杰尾 他们不是不好 他们肯支持多些年轻人 去做这个创意 但那些应该叫枯发器 就是incubator 但这里最重要 亦都要找一些 出名的国际大师来带动 比如最近那个detour 他就是将整个警察宿舍 两座中间是一个大的广场 我们经常都说 你空间越高的时候 你的创意越大 Ammy和Florence 在设计周 亦都有摆摊位 推广自己设计的产品 他们很认同 政府要支持创意产业 其实只要提供多些空间 和机会给创作人 已经是最大的帮助 其实不需要 怎样大执到好 变成了样子 我觉得是由自己 就是那个artist自己去搞 就是放手给他们自己做 如果交给政府 就一定有很多规限 可能连什么都要报上去 但是我也知道 这些是必须要的 这个渠道可以教育到 一些创意的东西 就是艺术和设计的东西 不是遥不可及 我加入了London Craft Central 他每年有一系列的课程 每年不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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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一个星期都可以 你要用到烧刊 你就用了 你不用就拿出来 不用一个permanent 当然上面有些大师 就可以租一些permanent 接着有个library 接着有个免费的exhibition space 你可以 100元租整个星期 ground floor 给你放置你的指南 排队 那排队 提出非常简便 接着每年有两次open studio 又是十几元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不承招 别人这些经验去做 Prudence两年前去英国深掃 看到当地政府如何推动创意产业 他也认为 只要提供土壤 从事创作的人 自己就懂得开花结果 接着是美亚楼民堡厨具呈现 菜篮品味 政府锐意解决青少年吸毒问题 争议声中 在大埔区中学率先使行 校园自愿验读计划 有学生抱怨计划假自愿 增强逼 有医生警告快速测试 可能产生假扬性结果 究竟校园验读的成效得失 如何衡量 亨窗集 下星期日晚7点35分 2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